延长线做好了之后,我们来测试一下卡车的朋友嘴 用这个延长线 这个是波斯的 首先连接好这个电源,这个电源要功率大一点的,也要稳定的 正是因为电源已经做得到 把电源做得好,我们的电源就会放在里面 因为就可以听到这里面的开关是被打开的 卡车建议客户不要使用时间太长 因为这个功率很大 这就是卡车朋友嘴的一个测试 一个要清洗的话就要把清洗液连接好